我们3999的全新15有包力 因为这才是二手机PR商家的真实价格 这些都是从市场上面带回来的机器 15 14系列比较居多 大概的话有50多台 那么我后面像后台仓库的话 还差不多有小2000台的一个机器 那么同样是卡贴128G新款15 给你们看看同行还在出多少 全新的还在出4299 但是今天在小杨这里 直接3999就可以入手了 而且配合QB卡贴解锁方案 可以实现插卡机用 当然有智力声也正常 毕竟现在华小北市场真的是鱼龙混杂的 很多背包客都踩过坑 就更别说那些手机小白了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买到的就是炸弹的机器 所以小杨今天就教大家 如何辨别自己到手的机器是否为翻新机 首先我们打开设置 通用关于本机 点击下型号号码 接着再看到这个充电口 跟设置里面的型号号码对不对得上 为了保险起见 也可以复制序列号 直接打开我们来回商城 然后找到免费查询 将复制的序列号粘定上去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手机身份信息 OK我们家的机器是没问题的 那为什么小杨家的机器这么便宜呢 那是因为小杨在市场上摸爬普通打 已经七八年了 基本上每天拿的都是一手货源 每天拿货上买台 自然会比小比博客价格更有优势 毕竟诚信才可以走天下 机器赚取合适的利率是够了 对不起